25-22,25-10,25-20,中国队并不血润的战上了日本队,整场比赛中,日本队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被中国女排击败,在场上,只要朱婷拿球就一定得分。 他和日本球员,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身竞技,面对朱婷和强公和中国女篮的整体防守,日本主教练也已经放弃了抵抗,镜头不断的捕捉到日本女排主教练,他显然已经毫无办法,只能静静的接受输球。 第一局比赛中,日本队准备得很充分,一直和中国队紧扰比分,但最终还是实力强劲的中国女排,以25-22战胜日本拿到一分。 随后的第二支日本队则发挥失常,被中国队以25-10轻松拿下。 比赛中,镜头多次对着日本主帅,他的表情似乎很无奈,面对强大的朱婷,日本队选择用开球攻朱婷的办法,来降低他的杀伤力。 第三局比赛,日本队开场还尽量比分,但随后随着袁欣月的篮王击发球得分,比分一下被拉大到10比肉。 随后,日本队将比分追到13比15,郎平请求了暂停,他在场下嘱咐球员在场上不要乱,按照自己节奏法,这个暂停叫得非常及时,郎平指导果然老了,最终中国队以25-20拿下第三局,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 本场比赛,日本队不能说准备不够充分,日本队在第一局发挥非常出色,并给女排带来了些许麻烦,但是力强大的中国女排准备更加完美,顶住了日本,队一波波攻势的同时,还能轮换队员得分。 中国女排将在决赛中面对泰国队,逐正常发挥,拿掉金牌应该不成问题,在女组失掉金牌后,女排已经不能再有任何差错,相信凭借女排强大的实力,笑到最后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